今天昆凌帶著愛犬麻吉出席記者會 這回自己開了咖啡店 還特地去取了拉花 有畫人臉啊 然後有畫麻吉的臉這樣 曉曉昆凌如此疼愛愛犬麻吉 但麻吉卻愛跟女兒針鋒吃醋 我覺得我們家的狗 好像都會跟女兒針鋒 因為覺得平常抱的都是牠們 然後現在抱的變成女兒 牠們會覺得 怎麼跟以前不一樣 因為牠自己有點生氣 然後牠就想要把牠的襪子咬掉 對 真寵的不只狗狗 還有 老公也是真寵的 牠是覺得我好像沒問題 在聽牠講話 唉唷 這麼用心 老公周董鐵定也是大力支持啊 牠有覺得慢慢成形 牠也是覺得滿開心的 對 那一忙起來 兩人會不會感情生疏啊 其實因為目前來說 我覺得我們都還滿忙的 可是我覺得 至少我們家庭跟工作都有建物到 所以我覺得還不錯 提到女兒未來對象 以及教育問題 少女媽昆凌倒是很開放 牠只要對我女兒夠好就可以 就目前來說我們都還沒一隻 因為牠目前就只是一個嬰兒 然後對於牠的一些 就是爆尿部什麼 其實就跟一般人都一樣 所以目前來說沒有什麼太大分歧 昆凌曾說想在28歲之前 生個三胎好好增產 包裹一下目前有著落嗎 對啊 滿理想的 我希望可以這樣 可是我好像沒有雙胞胎的基因 所以我可能要 但是到底誰比較會紅女兒呢 應該是我 因為我們有胸部可以這樣抵 牠會覺得比較舒服 女兒好福氣吧倒 好